中午用餐时刻 外送人员送来素食便当 马六甲培尔小学老师 陈金喜 邀约同事一起入宿 这是我先开始 然后我们就订不同的东西 给他们去赏试 他们会觉得原来宿有多弱化 然后对他们的身体 也不会有什么障碍 其实吃素反而更加的轻松 这是我第二胎 然后这一胎反而不喜欢吃肉 之前我是有血糖问题 所以吃素是感觉 血糖那个level还ok的 就是说我的孩子放老学就来这边 然后我丈夫放学也一起过来吃 想到我的孩子还小 我还可以引导他一起吃素 然后最重要的是 不杀生 不吃那些动物的肉 然后为了健康 2010年陈金喜从一个人如素 到后来带动老师 想饮一天一餐素 甚至连学校餐厅也开始供应素餐 平时拜六礼拜 我也是会去找这些餐馆吃 素食馆吃 吃了过后我回来跟他们讲 这家的什么什么好吃 可是他打电话去 没有刚好没有这一道 或者是刚好今天没有煮 他就要打电话 他就要赶快跑去问 又要跑去 可能甚至去一般一般的去问老师 你们要不要换别的换别的 所以他其实是蛮繁琐的一个工作 他也要花很长的时间 而且可能一天里面要打好几通的电话 其实也可以让我们老师 无形中救救地球 一起吃素 因为假如要 像我 假如要我本身特地初一时 我去外面找素食的话 我是比较懒惰的 所以无形中学校就给我们这一个房间 非常好 而且又很好吃 现在地球也是很软化很厉害 然后我们的那个新冠病症 太恐怖了 所以可以的话 大家一起来响应之处 然后会比较好 一个心念 付诸行动 响应如素 凝聚力量 共同爱地球 大约新闻 林慧珠 钟城志 马来西亚报道 全球 ! 3 2 2 4 1 9 10